哈嚕哈嚕 大家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時間嗎 沒錯 就是整理行李的時間 我明天的飛機是早上10點多 7點多就要出門了 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我收行李的進度嚴重落後 every time 好 已經差不多收完了 我莫名覺得我這次回去的行李 好像比上次回來還要少 但是我supposedly 應該是又多帶了很多東西回去才對 所以我現在有點緊張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思考一下 last minute packer always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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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大概三點左右 我本來想稱讚一下說 這次從下飛機到拿行李都很順 就大概一個小時就全部都弄完了 就殊不知那個接駁測稿了一個半小時 哇 我才到達我的酒店 我覺得真的是好累喔 我剛想一下不知道做Room Tour 我想說還是快速的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但是當然因為我覺得這間酒店 不是到my whole land 床 桌子 衣櫃 浴室 然後呢 然後還有漂亮的海景 Room Tour結束 我這次隔離是七天嘛 然後剛剛酒店的人員跟我稍微解釋了一下 跟我上次在香港隔離還是有點不一樣 離開酒店之後的第九天跟第十二天 是要自己去社區檢測中心做PCR 對啊 好麻煩 我的天 上次好像沒有這個申報表 但是這次是就是每天要量體溫 然後快篩 然後記錄下來 然後離開的時候就是要攪上去 剛剛也收到六個快篩跟一個溫度計 然後我剛發現酒店還準備了這個消毒噴霧 我覺得 非常的貼心 我現在真的好餓喔 因為今天是早上的班機嘛 所以就很早起 然後整個中午又卡在機場 直到現在是三點快半 然後我剛看到他的晚餐到六點才有 不行不行 我實在太餓了 我要來叫外賣 好 我必須要跟大家談成一件事情 就是我身上這套衣服 其實我已經從台灣穿到香港 已經五天了 都沒有洗過 還好 沒什麼味道 隔離嘛 當然要穿得舒服一點 這次的隔離我非常有規劃 就除了工作剪片之外 我還就是認真的安排了 我每天要包哪個劇 然後要包幾集 講到這一句 我們當然要提一下我們的老朋友 那就是Surfshark VPN Thank you 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 Surfshark是一個網上的VPN 那大家可能都已經很熟悉VPN可以做什麼 你只要稍微動動手指 就可以把你現在在網上的IP位置 從一個地方換取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有一些聚集它的版權 可能在例如說台灣或是香港是沒有的 那你只要稍微轉換一下 可能到美國或是到日本 你就可以在例如說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上面看到更多豐富的移營內容 它只要一個帳號就可以在PC啦 Apple TV iOS Android PS5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訂閱 可以在多個設備上面使用 另外它們也有一些像是 Surfshark Alert 這種可以在網路上面保護你的功能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現在只要用我的promote code CLUMZY 就可以有83%OFF 然後外加三個月免費 這個優惠會是比較固定跟長期的 最後如果有遇到一些比較bonus 或是限定的優惠 我也會都再標示清楚一點 所有的資訊都會放在下面的info box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剛剛上Panda Mar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還能買什麼呢 對我買了啤酒 還買了一個這個茶 還有一個美麗果 然後我剛剛終於發現我的冰箱在哪裡了 在這裡 哎唷 你先上去 我是不是我要吐槽耶 不是我要吐槽欸 你們知道今天早餐長什麼樣子嗎 誒 各位 我現在從窗外看出去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了嗎 原來 這間酒店的對面 就是Dunkey欸 现在跟我一点关系又没有 因为我也不会去 然后我这次隔离的时间刚好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天 所以应该说这次的隔离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一个work from home的vlog吧 对 真的很希望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的隔离vlog 前一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好像11月吧 就是香港有机会可以变成不用隔离这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跟一眼规划我们9月的行程 然后看起来应该还是要隔离 不过好处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隔离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蛮期待下一次隔离的 虽然是我上次在台湾隔离跟你们说我现在很有经验很会安排对不对 但是其实上次我在台湾隔离完我发现 哇我真的是一个蛮没有规划的人欸 就是我整个隔离结束之后 我本来心里想说我要做的事情到最后大概只完成了就是一半吧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我这个礼拜在隔离期间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了 例如说Podcast 就是这个是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里面完成的事情 然后我这个礼拜其实安排了很多的影片 应该有1 2 如果顺利的话我希望可以有3到4支影片 其实这些都是我之前累积下来的 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点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 就是我大概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剪片吧 所以我想说这个礼拜可能反正也去不了哪里 我就是可以好好的把它剪一剪 我现在看荧幕然后Shallet说我是隔离系KOL 没错我就是隔离系KOL 隔离系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选酒店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选的好 你的quarantine就可以变成staycation 你选的不好就这样 那这个就会变成减肥瘾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我才觉得好像回台湾 然后一瞬间一个半月 然后我又回来了 我又在香港 过来的我也给大家看 我今天早上打开这个化妆包才发现 原来这边可能有个镜子嘛 然后结果它全部都破了 不过还好它是睡这样子一大片的 就比较不怕割伤手 但是没有想到它会破掉 好恐怖哦 今天又是一个明明没有要出门 硬要化全妆的日子 而且我这样子也看起来超胖的 不行 再把我颈部的线条给拉出来 你跟大家say hi 哈啰 哈啰 你剪头发了 我觉得你很棒 那一个人就说 你头发那么多怎么那么浪费 都不好好找客 他就叫我一定要买 Hair Wax 然后就帮我 你怎么这么容易被人家说服啊 人家推销你就买哦 他就真的好像很伤心我没有用 他说我长得不好 所以用的话长得更好 哈 他就说这边要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 你不是金牛做的吗 怎么这么容易花钱 local的人我觉得会花钱 你想看我的新灯吗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我把旧的灯放到椅子上 然后放到一个包子里面 看不错吗 哈哈哈哈 喂 哈啰 Jasmine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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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哈啰 كilling 嗨 深 TED 仔 小雪 て having 几 percent 全 突發狀況我真的太問號了 剛剛有那個staff來狂敲了房門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外面有三大袋的零食 然後另外還有三杯飲料 但問題是沒有人有來問我我的房號是幾號 所以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是誰送過來的 靈異事件嗎 可是他把我的LostName寫對的啊 房號是對的 然後姓也是對的 哇我現在長得真的是非常的居家 有點醜 我今天呢一定要剪完兩支影片 所以我希望現在八點半 我希望可以在十一點之前完成它 Fingers crossed 加油 Cheers 哎呦敷面膜嘴巴不能這樣推掉 哎呦敷面膜嘴巴不能這樣推掉 seemed很酷 很想哭 好想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